很多年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 我的提前報告可以像 今天那個的蛋糕沒有了 血壓沒有了 血糖沒有了 脂肪肝 還有很多東西都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太知道了 三十八歲的陳嘉佳 半年間激減126磅 不單止懼肚消失 迷人的鎖骨和腰部線條 亦重見天日 細細粒月前去到化驗所做身體檢查 狀態大勇的他 就向我們公開最新的體檢報告 健康已經回復標準狀態 細細粒亦直言結果令他相當驚喜 我是興奮得 我是覺得很驚喜 我猜不到原來濕條紋是這麼有用 因為之前太多人說我抽脂減肥 節食減肥 說我減得不健康減得很潮水 我覺得這個報告一出 所有人都會 跌眼鏡 還有我真的想和人說 其實不一定要靠西藥才能降到這些病 靠食療濕條紋都可以幫助 其實我是想等到5月 我收到120才公佈整個方法 因為我是真的想做一件事 我真的由一個身體檢查 是甚麼都不過關的人 去到現在甚麼都過關 所以我想把最健康的整個方法 我說出來的 小小子就主張減肥要學會怎樣 保持著吃得健康 因為有自創必受減肥法 他上個月在澳洲 兩個星期內胃口大開 在鏡頭外大吃大喝 全程吃不停都沒有有怕 每天海鮮一定天天有 真的吃了很多東西都說不清 今天才吃完Fizz and Chips 接著吃了牛排 吃了生辣 吃了青口 吃了意粉 吃了意大利飯 那一定沒有以前吃那麼多 但我甚麼都吃 而今天來澳洲應該是韓州 因為澳洲吃了兩倍 兩倍左右 不會放肥 我猜我 我說真的 我猜我還輕了 可能一兩磅 雖然吃那麼多 至於有野生捕獲他的網民就評價 小小粒的真人和瘦板相有落差 更形容他仍然是肉類 他就這樣解釋 我想是衣服問題 因為衣服全都是二百多磅 穿的衣服 為什麼不想買新衣服 我想瘦完才買新衣服 小粒的打算瘦到一百二十磅之後 就會第一時間衝去買比堅尼 和人生第一條牛仔褲 不知道他到時會不會開直播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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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